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EJ游戏公司的投资代表 李曼 我这次是因为你才回来的 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 不能 不要再来纠缠我哥 可能我这么说你不会相信 但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要伤害你们 你行了吧你 我劝你趁早死心吧 我哥跟陆里感情好着呢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们之前不会有什么的 你要对义成有信心 就算他现在给不了你想要的感情 你也要相信他的为人 你们在干什么 他是在安慰我 安慰你什么 工作上的事 工作上的事需要搂搂包包 那有更严重的是 我头顶是不是要犯绿瓜了 你跟黎曼 我跟他什么也没有 你别以为我们领证了 你就可以对我的事妄加揣测 我没有忘记来揣测 这是规律逻辑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不想回答你这种胡搅蛮缠的问题 放开 我要是再主动找你 我就跟你一样是笨口烂 我告诉你啊 你要继续跟黎曼不清不楚的话 小心嫂子有一天受不了你 报复性出轨 小鹿 今天晚上多亏你了 陪我这么久 干嘛这么客气啊 这么晚了你去哪了 腾举手泽上写了 十一点之后不能发出声音 现在已经十一点四十了 你不是还没睡吗 不会打扮 毫无疑态 穿得跟男人婆一样 张玉成的眼光可真是奇葩 喜欢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款 曼姐 我觉得这事不对劲 他们公司又没有 不允许办公室练酒 那他们为什么要隐婚呢 所以这件事情就很蹊跷 喂 李总 江一车已经答应了 您为什么让我跟他们说 公司没选上 让他们继续开发新游戏呢 你觉得成色不错 我觉得不够 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你有事 就只说 不急 我们先谈谈 三年前的事吧 这是我完成的策划书 你不过昨天一晚上没睡吧 嗯 有什么问题你好好看看 哎 不是 有什么问题睡醒了再说 睡觉 陆离家庭条件非常一般 但是我妈呢 就是喜欢她 那一诚呢 她同意结婚吗 她敢不同意 我爸就让她公司关门大吉 你说 不服用撤资 威胁她结婚 我听说 你因为这个女人 跟小离都闹了矛盾 如果你有分寸的话 就应该远离这个女人 不要因为她破坏了你跟小离的感情 否则 否则怎么样 和上次一样吗 和陆离串通好了 把我灌醉 然后让爸 用孤子来威胁我 妈 我已经在你们的协谱下结婚了 你们还想怎么样啊 我不知道他们是用公司威胁你 你才同意跟我结婚的 如果你现在想离婚的话 我可以随时跟妈 跟阿姨解释 协议签的是一年 现在还不到一年呢 你怎么没有点契约精神啊 她没有彻底放假离吗 她这是婚内出轨 她是被她父母用公司威胁 才同意跟我结婚的 小七 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呀 什么 你听我说 我认识你的时候 你在十五岁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跟你哥一样 把你当妹妹看 知道我女孩把我当妹妹吗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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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姜一昌 许的什么愿望 愿我说出来可就不灵了 你不说出来 我怎么能帮你实现呢 我拜托你们两个 以后不要再闹矛盾了 一把年纪了 还让我这个妹妹总出马 子彤给你准备了睡衣 祝你们度过一个幸福的夜晚哦 不信 谢谢你 你是今年 第一个陪我过生日的人 我个生日给你感动成这样 你也太容易满足了 这个监控 足以让你多盼三年 你都知道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事情 难道我就没有得到一个解释 和一个交代的资格吗 一个人扛下所有责任 远走他乡就能解决问题吗 从古镇回来以后 他就怪怪的 总是突然失踪 是不是他那个前面又又来捣乱了 你好 是江亦诚先生吗 你的朋友黎曼现在在医院 请你赶快过来一下 我现在过去 我朋友受伤住院了 我去一下 你们继续工作 能让他这么担心的人 难道是黎曼吗 我哥去哪儿了 你也不知道 真是太过分了 他们自己出去逍遥快活 留女人在公司赚钱 你就不怕我哥吃腻了原味小饼干 想换别的口味吗 江亦诚不会的 他应该很注重内在 来 你不要假惺惺装好人了 你做了什么事情我全部都知道 我怎么了 我喜欢谁是我的自由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从今天开始 你不要再管我了 也不要再掌控我的生活了 我正式宣布 我顾小琪和你顾目 绝交 你跟黎曼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就不怕他再把你公司高垮吗 这么多年我一直误会他了 那现在 一个新婚 一个求爱 你可怎么办 我希望你 以后不要跟黎曼单独见面 他可是一级的代表 他既然加入项目 以后就会常驻公司 你真的能做到 只把他当合作伙伴 没有别的多余情感 我确实对他有些愧疚 你不会把这番愧疚 变成感情偿还吧 我没有这种习惯 那你就不担心 他把你这份亏欠当成错觉 对你还抱着期望呢 我现在给他打一个电话 他就会像昨天一样 立刻过来陪我 他已经答应我们一起吃晚饭了 李小姐 他不会来找你的 行 那我们就来看看 谁在他心里更重要 你们吵架了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 他看上那些人 没有一个质量过关的 那你说 什么样的人适合他 他 男朋友的标准 至少得像我这样 你喜欢小七 是啊 我喜欢他 可他只不好当哥哥 又吃垃圾食品 不是跟你说了吗 没营养不健康 我别让你 你跟我出去 你们 你们 或许你爱的不是我 不是我 我不懂温柔 努力学包容 谁说风雨后就有彩虹 一程之所以这么拼命地拉投资 就是为了摆脱他父母 对他的人生控制 以免再次被威胁 不得不做出一些 让他后悔的选择 江总 参加比赛的任务 交给其他同事比较好 我希望继续完成本职工作 开发选中级 这是公司的决定 你只需要服从就好了 你让我参加比赛 就是为了投资 有这方面原因 李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这是工作上的事 有点烦心而已 鬼才是呢 不会是江亦诚跟林曼 救情复燃了吧 江亦诚手机号多少 你干嘛呀 我要让他见识在什么就口吐 芬芳 这渣男 他不是渣男 他只是不喜欢我 其实之前让你退出选中级 去参加比赛 他是有原因的 是因为林曼吧 是 你不就是因为我让你退出选中级 才不开心吗 你只要好好完成我交代给你的任务 我知道了 你不用再强调了 我去工作 你站住 游戏比赛有时间限制 你对游戏有货司了吗 没有 身为一名员工 你连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让别人怎么相信你 我会完成比赛 拿到第一名 不会打乱你的计划的 没了 你再说一遍 boss游戏的元代码不见了 对不起 你这三个字说出来太简单了 你当初是怎么跟我保证的 现在说没有就没有了 今天是游戏的解稿式 临上战场之前你告诉我 枪没有子弹了 你这不是不战而败吧 你太有事了 我是老板他是员工 工作上就应该公私分明 江亦诚 我认识你这么久 现在才发现你情商真的低到令人难以置信 你自求多福吧你